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窜逆 乃早晚之事 朕不能坐受废儒 今日朕与清等 前去亲自讨伐 这是属于曹魏最有血性的皇帝曹毛的高光时刻 他要带兵亲自讨伐逆臣贼子司马昭 他这个皇帝活得太憋屈了 不仅全力被司马昭完全架空 甚至被司马昭在朝堂上公然辱骂他不配做曹魏的天子 是让隐忍已久的曹毛无法再忍受 他不愿意再当傀儡被司马昭撕一摆呢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光复属于曹操子孙的荣光 于是不顾郭太后和变皇后的苦苦哀求 当天晚上就命令亲信李昭和焦伯带来十几名随从 准备前往凌云台武库索要假咒武器 管理武库的官员一看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他们都明白皇帝曹毛只是一个傀儡 真正的当家人是大将军司马昭 便各种推诿说自己没有打开仓库的权力 曹毛剑扮这么点小事都如此受阻 路从兴起的他拔出剑威胁武库管理员 武库管理员一见皇帝如此阵仗被吓得不知所措 只能掏出钥匙打开武库大门 李昭焦伯也将武器盔甲搬到了指定地点 然而司马昭全清朝野 放眼整个朝堂也只有王金王沈王爷三人稍微忠于曹魏 曹毛便在第二天身穿盔甲腰悬宝剑罩三人进攻面上 向他们隶属了司马昭路人皆知的种种恶行 篡夺曹魏江山也是迟早的事 他不甘心坐等被废寿路 想让他们追随自己一起讨伐司马昭 惊慌失措的王金赶忙扑通一声下跪劝谨 可曹毛哪里听得进王金的恐劝 当即就将已经准备好的武器盔甲分发给和他举世之人 然而这些人不是宫中的宦官 就是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的奴婦 就连领了盔甲都不知道怎么穿 王金一看就知道小皇帝曹毛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次苦劝说司马昭府上的卫队都是精锐 您带着这些老弱病残就去攻打司马昭 不就是羊入虎口白白送死吗 曹毛又怎会不知司马是府上都是精锐 但为了重振曹魏的荣光 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也绝不放弃 就算以卵基石也好过苟且偷生